私人地方 请去乱闯 出去 一个牛郎居然请得起私人保镖 看来包养你的妇婆 很舍得为你花钱嘛 是你吗 我 是我 记得吗 五年前无名酒吧 然后我点了你 306房间 记得吗 你身上有颗朱砂痴 那个很主动的女人 我要杀了你 放肆 我花子 我的人生因为你全都毁了 搞清楚 当初是你点的我 你请我愿 别搞得跟我强迫你似的 死牛郎 没有职业道德 服务客人没有安全措施 你害死我了 我要杀了你 你该不会 是怀孕了吧 说 是又怎么样 但是 但是我已经打掉了 我才不会为你这种人生孩子 很好 很好 你还有脸呆在这儿 以后别让我看着你 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许青娘 如果你再不来买单 明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 去死吧你 哎 上哪去挣那么多钱 对啊 你把我害成这样 你必须负责 你想怎么负责 如果不是你 我的人生不会这么惨 你必须赔偿我 如果不是你 我就不会连爸爸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如果不是你 我就不会神败名利 如果不是你 我就不会变成悲惨的单亲妈妈 有了孩子 大猪 孩子还是很可爱的 你想怎么赔偿 四亿 你能给我四个亿 我做梦都能笑醒 凭个牛郎口气还不小 算了 我只要你四个月的工资 从今天开始算起 你每天挣的工资的一半 都得归我 赶紧答应啊 我可是穷得连奶粉钱都出不起了 四个月后 我们桥归桥 路归路 谁也不认识谁 你觉得我一晚上 能挣多少钱 看你这模样 长得还不赖 努努力应该能成为头牌 普通人赔酒 大概四五千 你应该能赚一万吧 所以 每天给你五千 你倒是好打发 谁说的 我的意思是 最少 最少五千 所以你要好好努力 知道吗 钱不是问题 不过 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纹身啊 所以 你并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鬼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那天那么黑 我又晕乎乎的 谁看得起你啊 你可别想来这儿啊 你这个纹身 我可记得清清楚楚的 听说你是变性的 如果我把你给捅出去 你还怎么做人啊 你别想在这干 变性 怕了吧 来签个字 咱们俩的协议就算达成了 就找过我一个 你该不会是骗子吧 专门干这种仙人跳 神经病吧你 我长这么大 可你只有我的一个 好了 今天的工资交给我 还没开张 打来的手 要不 你来下单 我给你打折 你你你你别想打我的主意啊 从今天开始 你要勤勤恳恳赔酒 努力还债 知道吗 手机号 叫什么好呢 叫 切债 别催了 我没钱买单 不干了可以吗 真是倒霉 好不容易找到大晟这么好的公司 被小人陷害 风哥说没就没 大晟有人陷害 算了 说了你也不懂 你能签单吗 大概几十万 可以 太好了 好家伙 二十一万 把我卖了也逃不出来呀 多谢 从从你赔偿金里面扣 各位玩的开心吗 账已经结了 你们继续 二十多万呢 你全都买了 我把信用卡刷爆了 不过你们玩的开心就行 没关系 徐青娘 你可真谦虚呀 这点钱都不够你塞牙范呢 至于刷爆信用卡 总裁 八天虎出现了 走 五千块 来钱了 这男人还挺年人有心的 不错不错 收到钱了 辛苦了 继续加油 想起了 昨晚的二十一万签单 要从赔偿金里扣除 放心 现在暂时先每天把钱给我 到时候会扣除的 我会买补品 请犷劳你 王妈 我们待会儿去商场里买点东西吧 好的 等小宝吃完早饭 小姐 你也吃点 商场十点才开门呢 喂 房妈 你先带小宝去商场的游乐园吧 嗯 我给他买几件衣服 什么人啊 这么大排场 个个都是大长腿 英俊帅气 随便拉一个都能去吴明当头牌了 吴明 难道是他 什么呀 这是大盛集团的总裁保镖 不得了啊 保镖都帅成这样 那总裁得帅成什么样 那不一定 说不定总裁是个矮丑错 就是 看这阵争是总裁来了吧 哈哈哈哈 原来真是厉少婷啊 这背影怎么这么熟悉呢 小宝 你怎么在这 怎么欺负飞飞呢 飞飞刚刚 接上这么多人 你这样乱跑被坏人拐跑了怎么办 到底会逃了 废 芯片是集团最新的科技秘密 一旦泄露 后果不堪设想 必须要抓到罢丁 是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叔叔 我走了 见叔叔 哈哈哈 你跟上去 确保孩子找到家长 是 妈妈妈妈了啦 我在这儿呢 小宝 你有没有事啊 以后千万不可以乱跑了 知道吗 非非乱跑 那妈妈可以和姥姥一起去 你不能自己单独一个人 好 大家随意 他在看我 不会 不可能 不过 如果这个男人是小宝的爸爸 那该有多好 哎 怎么吃这么少啊 难道是在减肥 总裁现在怎么来餐厅呢 吓死我了 我都不敢说话了 你看 手都在抖 哎呀 不用紧张 总裁呀 就是看着冰冷 其实人挺好的 哎 刘经理好像和总裁很熟的样子 那当然了 我们的关系可不一般 哎 徐青鸟 等一下 咱一起走 我跟你不熟 哎 你 对不起啊 刚刚有人撞我